大家好 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荒石高地 蜥蜴熊三车44 明朝1.2 则只养成一条龙速刷突破材料清云套灯笼国 中取台地 蜥蜴熊52 明朝1.2 则只养成一条龙速刷突破材料清云套灯笼国 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荒石高地远望营地左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我们就能够看到三个石头怪 然后我们清亚怪 接着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有一棵树我们经过这棵树之后 再往前 然后就会看到一个巡逻的熊 如果说你没有看到 你稍微等一下你看一圈 它又是在这个周围 然后我们清亚怪 然后忘记跟你们说了 旁边的三个小怪也是清云套的 你们可以顺手清一下 没事 然后我们接着打开小地图来到远望营地右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走到悬崖边我们跳下去 然后打开荒香伞 往下看有一个小尖尖小尖尖刺 然后在它的左前方这里能够看到这一个怪 这个三飞的怪 这个怪前方还有一个让我们清一下 清完这一个之后我们再往前这个桥的方向 刚才我们看到了再把这个怪也给它清一下 这也是一个巡逻的 它会在这个桥上来过巡逻 那我们清一下 清完之后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指哥关辖左上角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去二边同样是打开我们的滑翔伞 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 左前方能够看到一个断桥 在这个断桥上有两个三飞的怪 这个小土路上还有一个热熔的狼 暗狼热熔狼 你们也可以清一手 我们清一下这两个怪 清完之后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这个荒石高地中枢信标左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南方下小地图下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我们一直往下跳往下走 然后下方就能够看到这一个石头人 让我们清一下怪 清完怪之后我们回头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再次回到传送点的位置 来到传送点之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就能够看到这个西 让我们清一下怪 清完怪之后在我们的这个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沿着小土路往前走 就能够看到一头熊 然后我们再清一下怪 清完怪之后我们继续向前 沿着小土路往前走 然后插路口我们走左侧的 然后前方这两个是个西 这是伊费怪 伊费的清云你们也可以清一下 然后我们左侧走上来 然后上来之后这里是有三个小狼加一个大狼 然后你打死之后 然后就会出现这头熊加两个猪 然后我们清一下怪 谢谢大家 我们打开小地图传送到中曲台地起石村 这一个BOSS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我们要翻过后方那个建筑 我们从右侧绕一下 翻上来 翻上来之后在我们的下方 就能够看到这个石头人 然后我们切鸭怪 清完怪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大概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这里有一堆树 然后从这里 从这个树里穿过来 然后走到悬崖边 然后我们来跳起来 在前方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个蜥蜴 然后我们切鸭怪 清完怪之后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朝生崖左侧 这里有一个横览三月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回头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蜥蜴 然后我们切鸭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又能够看到一个蜥蜴怪 然后我们切鸭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走也有小土路 我们沿着小土路往前走 走到前方就能够看到这一个石头人 旁边还有一些帕鲁 然后是个伊费的清云也可以清一下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朝生崖右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悬崖 我们打开怀祥蜴蜴 往前走 我们可以直接跳起来 然后在前方就能够看到一个狼跟一头熊 三狼跟一头熊 打架 然后我们过去劝个架 劝完架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有两个熊怪 然后我们清一下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来到这两个熊的中间 我们确认一下位置 然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然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在前方还有一个小山洞 小山洞里又是一个熊 然后我们清一下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 就是圆点科考站 我们升塔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我们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我们翻一下 然后走到前方的海滩边 贴着悬海边往前走 然后走到前方的海滩边 好前方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个 石头人 然后我们清一下怪 打完石头人之后 我们贴着海边往左侧走 贴着海边往左侧 然后往前 前方还是一个石头人 然后我们清一下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往左拉 来到我们荆州城 城外上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小地图右借角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我们就能够 海滩边能够看到一个蜥蜴 然后我们过去清鸭怪 听完怪之后 我们贴着了一个海滩边 我们往左侧走 然后前方会遇段几个小蝴蝶 那个也是 清云套西衣的 但是西衣 你们也可以清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 然后前方 西衣 让我们清一下怪 清...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然后往左拉 来到我们龙望胶 左上角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借角 我们朝六方向往前 然后翻下山 一只翻 我们翻上来 翻上来之后 我们继续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借角 这个方向往前 接了往前 然后前方 我们就能够看到 是一个石头人 让我们清一下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让我们爬一下山 山上又是一个狼 跟一个熊 在打架 然后我们依然是给的们 Chall一下架 劝完架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我们龙望胶 下方的这一个 富本传送点 叫玉兰 之声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让我们镜头 偏右一点儿 然后我们往前按 就能够看到这一个熊 还路过了一头猪 这一头猪也是 清一套蜥蜴 你们也可以清鸭怪 你们也可以清一下 然后我们清鸭怪 清完怪 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 左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 从这一个悬崖边 我们跳起来 跳起来之后 往前 个大土路 我们往前走 就能够看到 又看到一个蜥蜴 然后我们清一套怪 望远户长 清完怪 之后我们继续 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贴着海边往前走 前方还是一个蜥蜴 我们清一套怪 我给你这个浅沥 我们送到来 好 22 日 channe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